以下和大家简单讲一点的成功案例 让大家知道其实成功案例已经遍布了不同的行业 刚才说了很多Bank 很多FI会用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所以如果你上网找汇丰 去设计他们backend那个trader的系统 用Data去找出最好的interface 最多人用的功举的功能等等 DBS也是 很多服务加入了数据 更加了解二人为本 JP Morgan将整个银行的流程 都会用Data Driven设计 计算出究竟用家是哪个人最痛 计算出用家的需求是什么等等 所以FI的例子非常非常之多 当然除了FI之外 UberEat 大家知道吗 UberEat除了很快可以派送食品给你之外 其实他们用了很多的数据 去帮什么 帮你步兵 找条最短的路来送食品给你 又快又热了 另外Airbnb也用了Design Thinking 去了解那些用家 诸奥民宿的人的趋向是怎样 应该做什么策略 当然了 Amazon是用了世界上最多数据公司 其实Amazon用Design Thinking 去做出很多计划 做出很多不同的产品组合 这些就是成功的例子 说了FI 说了一些不同项目之后 有一个我一定要说 因为这家公司 它是由以往十年前 可以用Design Thinking Data Driven世界里面 它常是Shift了不同的模式 如果你在Haven Business Review去找 三大案例 哪三大呢? Pepsi Airbnb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Samsung Samsung用Design Thinking 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在过去 他们整个机会用Design Thinking 设计了一个很漂亮的Kit 你现在看到左手边就是 整套纸板的Design Thinking 想法方案 拿了奖 但是他们与时并进 在三年前开始 将整套纸板变了Digital 因为今时今日的客户 journey 不是Single的 是Multi的 不是一个人的 是很多State Holder的 所以 它右手边就是Data Driven的Design Thinking 用了Digital的方法 去规划用家的旅程套 去规划不同State Holder 和用家的互动 这个就是一个真真实的演进版本 其实在香港 我们用Data Driven的Design 也有非常多的案例 在2019年 我们帮一间保险公司 当时它要拓展网上的业务 因为当时是Covid开始 它说不能见面 只是在社交媒体的数据 在Facebook的数据 可不可以计算到 哪些是最大机会的客户 我们和他透过用数据分析 透过找出用家的痛中之痛 重中之重 成功地 可以帮他在网上 找出一些最需要保险的用家 也到最后 我这个案例里面 是说有127%的生意 变成增长 我也把这个案例奉献了 免费地奉献了 给VTC 给他出来出案例 当然这个案例除了在香港 推出了之外 其实在Global也在一本 Master教科书里面 所以其实香港的FI 用Data Driven Design 找出用家的痛中之痛 心中的渴望 想要些什么 不是新事物 其实我们五年前 2019年已经开始做了 当然有保险 就是有什么 银行 其实我们在2020年 分析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非常精彩的 这个案例是说 很多人的存款 当高息的时候就留在这里 低息就立刻走 那究竟低息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以留到用家呢 你有没有听错 利息减了都可以留到用家 这个就是 找出用家的真实的潜在隐藏 未免的需求 和精准他到底要些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用了很多的数据去看 我们看回 啊 究竟每次打电话来 打电话来 说些什么 跟RM说些什么 他离开 即是说 他所谓的 离开他大家银行 和他存款量 和他的investment 有没有挂钩呢 等等等等 我们用了很多数据去分析 结果分析出来 原来 存款利息 不是他们考虑的 最重要因素 你有没有听错 我们后来找得到 原来 如果能平衡到他的investment insurance的需要 存款利息 不是最重要 结果 如果我们透过 用家数据去分析 设计了很多不同的策略出来 经过 launch out 一年之后 半年 三个月 慢慢慢慢看结果 我们最最后 这个project的成果就是 可以成功地 留下 16.5%客户 纵使利息减了 那些客户都不走 当家银行 可以留下的存款 投资超过30亿 所以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在香港 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事 但当然 未普及了 所以今天很希望 透过我们这个分享 令大家明白到 其实Design Thinking 是一个很好的 赛假人工具 创新工具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工具 不单单是好工具 更加是帮到 管理人员 更加发达到创新成果 的工具 整个总的话 更加总客费了解市场的工具 总撤了解市场的工具 切類众